为供养一个成长的人口 我们需要增加粮食生产 而不减少土壤和水资源 为此 每一个人在这一代和将来的几代中 也有能力生长和购买 他们为健康和工作生活所需要的粮食 达自然母亲是一个考量的力量 但是她在粮食生产上 正在日益凸显出 她只能达到她的全部潜能 如果我们以审慎的态度来看农业 这意味着营造更多的自然生态系统设施 乐观而有成效地用于农耕 在越南 十几两种组织正在支持一项计划 为促进生活多样性的使用和保护 这是在河内西南山区的华平省 少数不足梦族人 前期已经完成了种植植物 由于益州的田园学校训练课程 他们共享知识和评估稻米的品种 他们采用了杂交育种 蓄复传统的稻米品种 甚至创造了新的品种 自从开始这项计划 收成增加了 生产成本降低了 八种传统稻米的品种 已经恢复到原有的活跃特性 由于他们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 能带来好收成 并适应水土的变化 那里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和讯息 过去我们了解这一技术知识 我们不知该怎样照管我们的农作物 由于这项计划 我们现在成了种稻农手 我们成了专家 农民田地日得到庆祝 他们的成绩得以进一步地传播 乡村的负责人参加了稻米品尝会 传统的梦族音乐和舞蹈 团结了这个团体 为所有人寻求促进粮食生产和质量 在三里加尔也同样 团体是一把钥匙 这是西非地区整体生产和海虫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田团学校增加农民们如何使用种子的领悟力 化肥以及杀虫剂 两者都可以顺应或相反生物逻辑程序 他们也从事完善在市场销售 清剂和多样性产品的技术工作 一个生命力重要在于 可以少使用有毒化学杀虫剂 自然杀虫剂的介绍 栽种有效率的植物是绝对不同的 化学杀虫剂制造更多的工作 并损坏了我的大量农作物 用新的杀虫剂 你使用它不会带来额外的工作 你可以卖掉所有的产品 我看到我和我的家庭获得的益处 化学杀虫剂使我生了病 但这新的杀虫剂不会 化学杀虫剂不好 它是毒品 连年有毒杀虫剂的使用 丧失了被污染的水源 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是危险的 清洁饮用水是可获得的 但这在于代价 为如此多的河流和水利运河 是仅有的选择 取得样品在这个导向项目 得以测定 经各型发明 称为被动抽样检查方法 提供一个在水系表面 长期测定杀虫剂 这将更新对水质量的 鉴定科学和生物独理学 在达卡Chelis-Logstock的实验室 需要得到测试 这里 世界量农组织的一项计划 得到三内加尔 Endertize Monday非政府机构 和美国俄勒岗州大学的支柱 研究者们正在发展和尝试 一系列方法工具和进程 这一技术对于量农组织 在西非环境监控工作 是有争议的 并且示范了 当不同国际团体联合 共同努力时 如何达到成功 在战胜饥饿中 所有责任人 必须协同大自然母亲 共同工作 我们懂得怎样增加粮食 但是为促进粮食增产 我们也必须推行社会正义 和在全球中最贫穷 最受伤害的人的安全体系 为达到所有人的粮食安全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战胜饥饿